畫面中可以看到 水管不斷噴出水 像個小型瀑布 造成地下室嚴重積水 而且還有不少機器車停在裡面 住戶得知消息後 也紛紛趕回家移車 就怕水越淹越多 愛車會泡在水中導致泡毛 這樣子水灌進來 你還敢平車嗎 完全不敢 是上班到一半衝回來移車 衝回來要把車子開出去 對啊 後來沒辦法 這棟位在台南安平的大樓 剛蓋好一年多 住戶上班到一半 接獲消息 趕回家移車 無奈表示 自己明明入住不久 新大樓怎麼會有地下室 淹水情形 據瞭解 是因為受西南風影響 不斷下雨 大樓水溝滿出來 加上地下室的排水管 維修孔蓋沒有裝 雨水才會從水溝 倒灌進地下室 導致淹水情形